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6月剛開始的時候 在醫療委員會舉行的電視聽證會之前 左媒NBC公布了他們做的民調 發現越來越少的美國人認為 川普要為醫療事件負責 而且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全方位的下降 除了共和黨和無黨派人士之外 在民主黨人中也是如此 NBC說 民調得錯的結論是 時間站在川普的一邊 問題是 現在這個電視聽證會已經進入第三週 接近尾聲 結果就怎麼樣了呢? 實際上 醫療小組的聽證會進展並不順利 就像一部備受期待的現代大片 並沒有達到炒作的效果 不僅沒有成群結隊的觀眾 而且看過的人中 感官評論顯然干擾醫療委員會的人絕望 左媒政客網在本週三舉行的民調 對看過聽證會的人問了一個問題 導致國會騷亂事件應歸屬於誰? 結果 81%的人回答是暴徒本身 這個比例高塔8成 顯然是絕大多數了 醫療委員會搞的電視聽證會 或者說電視批鬥會 就是想要抹黑川普 緩銷視聽 誤導人們去責怪川普 但是 絕大多數美國人 不管是哪個黨派還是無黨派 能夠進行正常思維的都明白 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況且 集長聽證會上 醫療委員會找了一堆人 來說這說那 就是沒能拿出川普有罪的真評實據 其實 他們也知道沒有 只不過是故意通過電視營造氛圍 忽悠公眾 但沒能得逞 再有一點是 隨著電視聽證會一次一次舉辦 觀看的人也越來越少 美國人並不在意它 第一場聽證會在黃金時段直播 包括ABC、NBC、CBS和CNN、MSNBC在內的十幾家新聞網絡 一共吸引了大約2000萬觀眾觀看 其實 這個收視率談不上火爆 因為平常這個黃金時段僅ABC、NBC和CBS三家的平均觀眾 已經是1800萬到2000萬 之後 醫療聽證會沒繼續在黃金時段進行 觀看量如絕滴崩潰 6月13日第二場 平均觀看人數減少一半 約為1000萬 6月16日第三場 觀眾人數進一步下降 當天NBC甚至中斷了這個聽證會的直播 轉而播放高爾夫球賽 6月22日 政客網和城堅資訊的調查顯示 62%的美國人說 他們沒有觀看上週的兩場聽證會 58%的人說 他們聽說過這個聽證會 只有38%的人說看了電視聽證會 其中看了全部的人少得可憐 只有11% 看了一些的有28% 顯然 這些聽證會實在索然無畏 無法吸引觀眾看下去 在整個聽證會接近尾聲時 美國人基本上已經忽略了它 醫療委員會又一次掙扎 試圖挽救頹市 把下週的最後兩場推遲到了7月份 只怕到了7月份 經濟更糟糕 人們更沒心思談論它 這個本想高密度炮轟一個月的夏季聽證會 一度把炮火延燒到中期選舉 現在只能草草收場了 事實上 甚至連民主黨人都公開承認 拿意料事件說事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沒人在意 政客網的一名記者在大左媒MSNBC的訪談中說 在過去的這幾週裡 他分別與兩名民主黨國會議員 討論了1月6號的事情 他們都隨口說 沒人對1月6號的事情有絲毫的興趣 這段對話表明 有很多民主黨人在關注聽證會的最新情況 以便最終證明他們對川普和共和黨人的偏見 認為川普就像他們一直以來認為的那樣破壞民主具有煽動性 現在 這群民主黨人中可能有些慢慢明白了 沒有證據 不管他們是什麼心情 事實是 醫料委員會先定罪 後搜羅證據 濫用權利 調查了一年半 仍然缺乏對川普不利的證據 他註定要失敗 美國人不關心醫料事件 還因為拜登上台了一年半後 汽油價格翻了兩倍 甚至三倍 因而奶粉短缺 每次拿到的薪水 瞬間就花掉了 因為從電費到雜貨賬單 全都漲價了 這種情況下 大家哪有心思去在意那個談不上暴動的事件 相反 民主黨作為執政黨 又控制著國會兩院 不去設法如何降低物價 卻大搞所謂的電視聽證會 還不給另一方出席聽證變亂的機會 試圖翻散人們對經濟、對物價的關注 以減少高通脹 不利於民主黨中期選舉的影響 那誰還會奉牌作戲呢? 只想抓拳整人 毫不顧忌良心與道德 這是今天民主黨當權者 和像利茲契尼這樣的所謂共和黨人的心態 說起小契尼 他要競選連任 將在8月16日面臨共和黨的初選 今年2月 他在接受大左媒《紐約時報》的採訪時 還信誓旦旦 否認自己會在初選前去接觸民主黨人 要求他們改變黨派支持他 當時他說那不是他會做的事情 6月23日 同樣這名記者報道說 利茲契尼鼓勵懷赫民主的民主黨人改變黨派 在8月16日初選投票給他 上週 懷俄民主的民主黨人收到了來自利茲契尼團隊的郵件 其中 有關於如何改變黨派關係投票給契尼的具體指示 契尼的競選網站現在有一個鏈接 可以鏈接到一個改變黨派的表格 懷俄民主黨主席約瑟夫·巴布托也收到了這樣的郵件 他說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裡 他的社交媒體賬號被民主黨人淹沒了 他們發帖說 收到了來自切尼競選團隊的郵件 目前 切尼的民調仍遠遠落後於 川普背書的候選人哈里特·哈格曼 6月23日 懷俄民文件網站報導 哈格曼領先切尼20-30個百分點 隨著初選日臨近 顯然 小切尼為了保住權力 就不再信守諾言了 轉而祈求民主黨人投票給他 懷俄民州州府的數據顯示 今年1月至6月 該州登記在冊的共和黨人增加了1689人 而民主黨和烏烏黨派選民的人數 總共減少了1303人 該州登記在冊的共和黨人是民主黨人的400多 巴布托說 今年計劃轉黨的民主黨人比過去多 但他預計 這不足以幫助切尼熬過該州共和黨 初選選民的憤怒 懷俄民州是深紅色的州 目前有193000名註冊共和黨人 相比之下 有44000名註冊的民主黨人 顯然 這對小切尼不利 儘管這樣大張旗鼓地去拉民主黨人換黨 但他也不可能把所有民主黨選民都拉過去 有一個縣的民主黨人收到這個郵件後就很不高興 說 切尼發了一封郵件 公然要求人們為初選更換政黨 無論你如何看待醫療委員會 請記住 他們使黨成為現在的樣子 我們有三個非常不同的民主黨人在爭奪眾議院 是我們的初選投票 而不是他們的 切尼公開叫民主黨人轉黨 不僅相當於公開作弊 而且還可能起到反作用 幫了哈格曼 我們知道 一般初選 出來投票的人比大選要少得多 但當共和黨候選人 公開張羅民主黨人 變換黨籍來投票時 原本不打算參加初選的共和黨選民 很可能改變主意 也要出來投票了 不過 哈格曼也肯定不會掉以輕心 懷俄民主民主黨人參加共和黨初選 幫助他們任何的共和黨候選人勝出 已經不是秘密 那些不講道德 因為追逐權力的人 一旦掌權 真的禍國殃民 看看喬拜登 有關他在不同場合 手裡拿著一張拜忘錄清單 提醒他說什麼 大家早都習以為常 不過 星期四 他在回答有關最高法院 對一個槍制案的裁決時 卻不小心透露了清單正面的內容 一步一步指示他在記者會上如何採取行動 就像告訴一個幾歲小孩一樣 這就不僅讓人覺得可笑 而且讓很多人感到這個國家真的有麻煩了 這張照片是圖片庫Gate Image的攝影師拍到的 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出的照片中 還帶有這家圖片庫的水印 當時拜登在記者會上就聯邦 周的海上封建實施夥伴關係 向媒體發表了評論 如果對這個新的話題不熟悉 使用一份筆記也很正常 但拜登這張單子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上面寫了什麼 你進入羅斯福房間並向參與者問號 你就坐 媒體進場 你給出簡短的評論兩分鐘 媒體離開 你向AFL CIO總裁利茲舒勒提出一個問題 注意 利茲是虛擬加入 你感謝參與者 你離場 所以 這不是提醒拜登 他將要說什麼的筆記 這完全是告訴他 在這個記者會上 從進到哪個房間開始 一步一步告訴他該做什麼 就像告訴一個三歲的小孩 甚至還要告訴他 是什麼時候坐下 而且 清單上 甚至在每一個動作上 都要突出你 不清楚拜登 是否過去照單做 也把事情搞糊度了 不知道是該他做還是別人做 以至於必須突出你 讓他明白 是他自己該做的每一步 那麼 拜登為什麼要向公眾 公開展示他很白癡呢 這回又是裝瘋賣傻嗎 在清單的背面 上面有一些提示 幫助他回應最高法院的槍支裁決 拜登在把清單翻轉過來 回答這個問題時 單字正面的那些步驟 就展現給記者和與會者了 這一次 在社交媒體和網絡上 發表評論的嘲諷少了很多 充其量說這個自由世界領袖的大腦 是一杯布丁 更多人表達了不安 說 如果連這樣一步一步該做什麼 都要別人寫下來提醒 那我們就有大麻煩了 星期四上午 最高法院就一項槍支案進行投票 以料比三推翻了紐約法院的一項 維持了108年的裁定 紐約這個法律 嚴格限制攜帶隱蔽武器執照 規定只有在正當理由時 才能獲得在公共場所 攜帶隱蔽武器的許可證 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來 對蒂爾修正案做出的最大裁決 令保守派歡欣鼓舞 紐約法院這個裁決 表面上沒有剝奪人們擁有槍支的權利 實際上極大的限制了人們 在遇到危險時的自衛權 按照紐約這個法規 如果相關部門不批准你 攜帶隱蔽的手槍上街 你就只能把槍放在家裡 紐約並不是唯一嚴格限制 在公共場合隱蔽攜帶槍支的州 加州、夏威夷、馬里蘭、馬賽州塞、 新澤西和羅德島都有類似的法律 最高法院這項裁決 也將對這些產生深遠影響 將允許在洛杉磯、波士頓 和巴爾蒂摩等大城市的公共場所合法持槍 許多華人反對民間擁槍權 最近中國唐山打人事件成了熱點 如果那四名女子能攜帶手槍 那天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就是保障人們在遇到危險時 可以持有武器進行自衛的權利 星期四一大早 大法官卡拉倫斯·托馬斯 撰寫了最高法院多數派意見 他寫道 第二和第十四修正案 保護個人在戶外攜帶手槍自衛的權利 紐約的法律阻止守法公民行使 第二修正案的權利 6月23號星期四 也是托馬斯大法官的生日 他在自己生日當天發表了這一意見 標誌著第二修正案支持者的巨大勝利 也仿佛是有人送給他的最大生日禮物 社媒上保守派人士在歡欣鼓舞之時 紛紛祝托馬斯生日快樂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